阿拉伯联合球长国媒体7月1日证实,多国联军已暂停进攻,占据野门港口城市和台达的胡塞武装,以便于将联合国顺利的推进过旋,阿蒙多国联军和哈迪政府军对和台达港的进攻,从6月12日开始,其作战意图是彻底切断胡塞武装与外界的海空联系,阻断胡塞武装获得外部军事和物责援助的战略通道。 整个地面战役由阿联手军方协调指挥,沙特等国空军,负责为地面力量的进攻,提供空中火力打击支援。 在和台达地区作战的阿蒙联军补给线被切断,战役开始后,阿蒙联军的进攻节奏相当迅猛,风险很快就抵达和台达机场外围,以至于外界都认为野门内战的战略转折点必然是这次胜身在握的和台达战役。 军事专家称,道兵团决战对于胡塞武装来说,显然是噩梦。 因为胡塞武装既没有强有力的空中支援,又没有强大的地面重火力和启动装甲力量支持,竟凭游戏战策略是无法在战役出机获得优势的。 因此把阿蒙联军暴救和台达外围打优势运动战和巷战是逼不得已的策略。 胡塞武装扶击阿蒙联军,事实证明胡塞武装做地深入的谋略是正确的。 阿蒙联军的进攻不得不置不渔和台达机场外围,而胡塞武装的强势反攻也随后展开。 胡塞武装的反击榜向有两个,一是打击沙特南部边境地区的军事目标,作为战略简直策略,二是针对沿着野门西海岸由南往北长时镇进攻的阿蒙联军,直接采取突袭,分割,歼灭战术。 双方战包显示,阿蒙联军在齐海岸地区被胡塞武装切了三刀分为四段。 胡塞武装无人机空袭,是奔海机炮弹打击地面目标。 沙特军方消息人士透露,军军的不停线已经被切断。 沙特已经紧急向和台达前线,派出12辆规模物资分人车队,但这些应急物资能否属胜利抵达和台达还是个未知数。 因为胡塞武装进入日的突袭战术,令阿蒙联军地面部队损失踩重。 胡塞武装还加强了无人机空袭战术的使用。 被认为是伊朗皮弓技术的胡塞无人机,可以被用来向地面目标投授排击炮塔。 胡塞武装从靠近西海岸联军阵地的沙顶,释放无人机空袭战术相当有效。 阿联球叫停对和台达地区胡塞武装的进攻,还有一名胜雇与阿联球军方, 地主美国雇佣军A水公司的前美军夜战指挥官,被胡塞武装火捉。 胡塞武装称,在西部沿海地区,抓过了一条大鱼,并承诺将很快对外公布相关视频。 有分析指出,现实军事困境和美国雇佣军指挥官被俘,才是阿联球无奈紧急叫停,进攻和台达的主要原因。 然而阿联军军以及哈迪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的矛盾,显然难以调和。 可况胡塞武装已经在和台达一线搬转战局,夜门西海岸战场太适图。 目前,阿联球的决定,对胡塞武装有两点明显的好处。 一是可以让胡塞武装过的喘息和调整军事不出的机会。 二是,之前在野门战场被俘的伊朗友军降临,这下有救了阿蒙联军,此前称在野门招呼伊朗阁,命位队指挥官。 胡塞武装可以用这次火捉到黑水公司,美国野战指挥官做交换。 只要胡塞武装提出换服建议,相信沙特和阿联球一定会积极配合。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放文TTN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